记者吴博伟台北报道 社群网站Facebook今天宣布启动Made by Taiwan品牌推广计划 也是继韩国之后亚洲第二个推出这项品牌计划的国家 Facebook表示Made by Taiwan计划将协助台湾数位经济火络 并把台湾品牌推向国际 Facebook增悉 目前全球有7000万家企业在Facebook上创立粉丝专业 同时全球也有超过5600万人连接到一个以上的台湾企业 目前台湾每10家企业中平均约有5家已投入国际贸易市场 尚未投入跨境贸易的企业中 10家中平均有6家期望未来能参与跨境贸易 为了协助台湾企业获得更多跨境贸易的资源 并将台湾品牌企业推向海外 Facebook今天宣布启动Made by Taiwan计划 不但是既韩国后 亚洲第二个启动该计划的国家 更是大中华区首轮推广的国家 Facebook大中华区总裁梁又梅表示 近年来跨境电商的发展已成全球趋势 Facebook除了连接用户身边的亲朋好友外 也要将企业与消费者连接 判透过Facebook让消费者找到喜爱的企业 企业也能连接适合的消费者 使得小企业变成大企业 也让在地企业变身 为全球企业 梁又梅说明Facebook启动此计划的目的 主要是希望协助台湾企业进行数位行销建议 或解决对外贸易时遇到阻碍 希望透过线上线下资源整合 米平台湾的数位行销落差 为了执行Made by Taiwan计划 Facebook也架设Made by Taiwan专属网页 提供最新行销工具与洞察报告等资源 并搭配线下课程等 帮助有意投入的中小企业拓展跨境事务